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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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了40个热狗 轻松再度封后 男子祖方面 来自拉斯维加斯 有大白沙之称的切斯纳 吃了63个热狗 连续七年封凰 是他第15次获得戒末腰带 去年 他就曾经在10分钟之内 吃了76个热狗 创下世界纪录 Apartment list的最新报告显示 南湾直谷地区的屋租已经回升至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 三藩市和屋轮的租金复升缓慢 2020年3月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湾区主要城市不少租客开始在家办公 纷纷逃往市区外居住 令到区内的租金暴跌 目前 就算全美其他大城市 租金先后获得创纪录的升幅 但是湾区的租金依然无法全面回升 除此之外 罪外恶化 租客的生活品质要求 都是三藩市和屋轮租金回升动力不足的因素 美国独立日湾区多地举行庆祝的游行 不少华人参与其中 来自东湾的台山同乡会一行数十人 参加东湾独立日游行 他们首举中美国旗 带来舞龙舞斯表演 还有精彩的腰鼓舞 现场激鼓欢庆 台山同乡会表示 参加油行 希望代表美国华人 融入本地主流 期待美中关系更加友好 独立日的周末 加州州长扭心在社交平台发送一则广告 抨击佛罗里达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 针对小众群体的权力 投票权以及堕胎权等立法 称欢迎佛罗里达州居民搬来加州 因为这里更加自由 该视频引起热议 今天 新宅西州的州长就被问到对视频的看法 他说欣赏扭心的主意 指加州和新宅西州有相同的价值观 加州内华达沙蜜金香地区 是加州著名的旅游景点 在独立日 突然在一个逼满游客的休闲区爆发山火 导致100名的游客被疏散 到今天早上 火势突然扩大两倍 覆盖超过4.7平方英里 大火正在持续燃烧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新闻 按摩大王MK9189 是一张4D的双向式推拿人性化手法的按摩椅 一体设机心和脚心加温设计理念 全方位12个功能随意切换 从深到深的舒缓和放松 原价4999 特别优惠价3499 更送三年保收 特别加送礼品 IRG927脚步按摩器 按摩大王电话415-412-0985 415-412-0985 回来新闻时间 抖音近年出现各种病毒式的挑战 令到家长很担心 最近新流行的窒息挑战 参与者会使用各种方式 捏着自己的颈 令到自己陷入昏迷的状态 有很多未成年人参与 发生多喜悲剧 两名分别是8岁和9岁的女童 参与该挑战之后双双死亡 家属近日向抖音提出起诉 因为死亡是由该公司管理不力导致 不应该被未成年人暴露于危险的内容之中 美股今年一直承受巨大的抛售压力 今天是下半年交易日的第一日 S&P500和杜瓊斯指数今早开始大跌 之后一直回升 分别在收市前升破跌幅 美联储明天将会公布6月会议的干扰 预计可能在本月底再次加息 0.75个百分点对抗通胀 目前投资者相对保守 英格兰银行警告称 英国和全球经济前景实质性恶化 世界各地的能源和燃料成本正在迅速上涨 使总体生活成本加速上升 英国银行已经做好应对经济严重衰退的准备 从目前开始 银行将被要求 流出相当于其总资产的百分之二金额 作为缓冲资金 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的百分之一 英国5月份的通胀高达百分之九点一 达到40年来的新高 10月份有望超过百分之十一 英国保守派的副党鞭平徹 上星期因为饮醉酒性骚扰两名男子 引咎辞职 事件尚未平息 卫生大臣贾卫德和财商新卫成 今日都宣布辞职 贾卫德在辞职信中说 在约翰上的领导之下 情况不会改变 对他失去信心 新卫成说他辞职的原因 是公众期望政府能够正确、称职 和认真行事 他认为值得为这些目标奋斗 崩约30个盟国今天签署瑞典 和芬兰加入北约的议定书 交给各国立法机构批准 批准结果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分析认为 申请可能会在土耳其遇到政治阻碍 因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上星期曾经表示 有可能阻止这两个国家加入的程序 俄乌战争之后 瑞典和芬兰在5月正式申请加入北约 俄罗斯完全控制劳金斯克 继续在乌东地区推进 下一个目标可能是顿涅茨克 今次是自2014年 莫斯科接管克里米亚以来 首个落入俄罗斯掌控的省份 今次是俄罗斯对基辅进攻 遭遇惨败之后的一个关键胜利 因此表明 俄军经过调整之后的战略取得成功 该战略以逐步推进为基础 有大量的火力支持 包括大炮 西尼部分地区在4日之内 迎来大约8个月的降雨量 多处被洪水困扰 道路中断 多间房屋被淹没 数千个住宅停电 当局预料 暴雨星期二开始减弱 但仍然会有强风 可能导致树木和电线杆倒塌 警局民众留意疏散警告 专家说 气候变化和拉尼娜现象 加剧洪水的出现 澳洲今年已经有超过20人 死于大范围的洪水 今天最后为大家介绍两款又便宜又好用的按摩椅 大家可以将它当成是礼物 送给亲友送给自己 第一款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按摩摇椅 只需要669 可以承载330磅 还有6个按摩模式 针对身体的3个不同部位 进行舒适的按摩 第二款是高档皮疹按摩椅 只需要2999 独特的RG系统真皮按摩椅 为了帮助你在一日的工作之后减压而设计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新闻内容 多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明天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